张广民说 这个店不是他的 他就是给人家老板打工的 负责进货 一个月大概有3000左右的收入 对于执行法官的要求 张广民还挺配合 跟着就上了警车 要说张广民当时 咋能对个老人动手呢 这回见到人了 咱得问问吧 一老太上我家买菜 买菜就是说是 买了可能五块钱不六块东西 但是我没在那儿 但是我妈她是有病毒癌症 然后就那个肺癌完期 我后边那个混那约约给打针 完了接着说 你媳妇跟一个老太也借起来 去到屋我就问了 我那有个小菜棚子 它也是你媳妇跟老太太 就把我媳妇就推倒那样了 把菜也嚷了 我容啥的 谁嚷的呀 大姨嚷的 就认老太也嚷的 晚上那个西 就是我东北来有一家菜棚子 上那儿去 完蛋俩那儿就拿挺烈的 有个骂出来的 这事跟张大姨儿子 说的也不一样啊 他在旁边坐着 他起来就把我妈打了 听张广民这意思 事的确是因为买菜引起的 可先发难的却不是他 张广民觉得 老太太要是真没钱 就说没钱的事 但不能没给钱 非说给钱了 还耍脾气呀 这老太太吧 最后那个不干 我就撒脖了 就耗我这呢 挠我这呢 我就耗衣服 脖领 带一扭出去 我一批就骂了 骂了 一口骂一口骂我 张广民说 这要在平时 他也就忍了 可是当时 自己妈本来就生病呢 听了张大姨 那骂人的话 张广民 一下就急了